在這裡我們看一下單選的第七題的部分 第七題的題目他說在北半球 高空的風叫做地轉風 然後要問你呢地轉風跟地面風的一些關係 什麼關係呢問你風速如何了 然後風向又如何了 所以有一個問題叫做你是否還記得地轉風跟地面風 如果不記得就都沒了 所以呢我這裡畫了一張圖我們來先看這張圖吧 這張圖的話呢書本總是有然後呢總是先畫了好多好多的等壓線 所以呢這裡我標了H代表呢下方的氣壓值比較大 這裡上方的氣壓值比較小 然後呢不管你在畫地面風或地轉風各種的風都一樣 第一個讓我們空氣能夠流動造就風是氣壓 氣壓差造就 所以呢請你務必不管怎麼畫 先畫的叫做由高壓到低壓 的氣壓差造就的 力道 氣壓體度力 喔後的話呢 就是我們說的 第二股力量地球會自轉 所以就有了克斯力的作用 所以呢有克斯力的作用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的是這裡畫了一個克斯力 我不再畫了不然等一下會整個糊掉 然後最後平衡的風 地轉風在 我們 北半球的地轉風平行等壓線在克斯力的 應該說平衡的風 克斯力在平衡風的右側 就如同呢最後呢我們都會說 我們地面附近地面附近平衡的風這裡是橘色 那橘色的話呢是地面附近平衡的風我們把它叫地面風 但不管地轉風也罷地面風也罷 克斯力在改變風的方向 而克斯力呢 始終都在平衡結果的右側 而且是垂直的 平衡的右側 而且是垂直的 因為題目是講的叫做 北半球 所以是如此 如果是藍半球 我就會這樣畫 如果是藍半球 一樣這叫做氣壓 踢度力高壓到低壓 然後呢都會說呢 結果我們的克斯力使得平衡的風往左邊了 而如果照現在的畫法在畫藍半球 那他的克斯力呢應該在這一側 而這裡是垂直的 我就不畫囉 好所以呢 你在 這個圖 高空 跟這個圖地表 這兩個圖千萬不要搞混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看題目他問的 因為他有在問方向 也就是呢 我們利用他所說的方向在 是做的對應 所以他說如果 地轉風是東風的話 那麼地面上的高低壓的分布 跟高空是相近的 風向呢跟 風速怎麼了 那風速很容易 因為呢 越是高空風越大 越是地表呢 地形的阻礙 風是小的 所以風速是容易處理 是 方向 風向比較難處理 所以呢我利用椅子的這一個 然後就標示了 我們的地轉風 東風 所以我再把它放大 也就是你不要理他什麼風 然後在那邊畫了老半天 你把你椅子的畫出來 然後勒 東風 我的地轉風 東風 東風指的是 風 從 該方向來 東風 風 從 東方 吹過來 意思我這裡標了一個 East 就是為了告訴你 我們高空 北半球的高空 風從東邊來 我這裡就假設為 東 東的另外一邊 這裡就是 西 有了 東跟有了西 所以我這裡標北 可以接受了吧 意思這裡就是 南方 所以你先把 椅子的底圖畫出來 再照題目 把東西南北 標示出來 之後勒 我們有地轉風 出來了吧 風向在哪裡 這邊 風從我滑鼠的位置過來 所以是哪裡 東 北 風 所以呢 等於利用椅子 然後呢 去把它給 畫好之後 再把 方向畫出來 所以呢 這裡才會說 到底呢 我們地面的風為何 東北 風速怎麼了 地形的阻礙 所以呢 會是比較慢的 好那他通常有時候講的 偏哪一邊 哪一邊跟什麼 我還是比較建議你的啦 圖畫出來就解決了 圖如果你用死背了 就GG了 就跟你剛剛在那邊講太陽一樣 那個也是畫圖的 不是背來的 就這樣囉 好呀 到來吧 えて 好